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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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新四军第四师决心 于五月下旬 集中第十一旅全部 第九旅一部和师骑兵团八个县总队 共一点三万余人 发起肃难战役 五月二十一日 战役正式发起 新四军第四师 第十一旅 第三十一团 星夜转兵南下 向驻守人籍的伪军特务第三团发起攻击 战至五月二十二日七时 玄间守敌 伏敌团长以下一百余人 八时许 驻孙团伪军三个连 其骑兵一部增援人籍 第四师骑兵团一部 配合第三十一团 将其歼命 与此同时 第四师 第九旅 第二十七团 珍惜驻卢沟伪军增援 立即在卢沟西北的葛庄社府 待机歼顶 九时 伪军进入伏击圈 第二十七团突然向敌开火 即战四十五分钟 将敌全坚 六月二十三日 战役进入第二阶段 新四军第四师 第十一旅 第三十二团 向驻原殿伪军第五十九团第一营发起攻击 迫使敌营长以下官兵全部投降 这时 驻孙团的伪军第五十九团团长 率第二营和第五十七团一个连增援 行至原殿东神仙井 被新四军第二十七团伏击 全部被迁 伪军第十五师遭到连续打击后 被迫收缩兵力 将驻孙团的伪军第五十八团撤回孙团 监守孙团借沟两个据点 六月三十日 新四军第十一旅 第三十一团 和旅警卫连在炮兵配合下 将借沟伪军第五十七团奋起强攻 正至七月一日八十 歼敌一步 其余伪军全部缴械投降 抵团长以下八百余人被俘 至此 肃南战役胜利结束 战役中 新四军第四十部队攻克日伪军碉堡三十余座 据点三处 收复了肥河 汇河之间大片地区 不仅巩固了郭河以北抗日根据地 而且开辟了肃南新区 使淮北金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八个县 连成一片 黄千炎 落山西抗日根据地